我有一位患者肝油三脂高出了五六倍 听了我的四个方法 一个月后肝油三脂恢复正常了 他刚找到我的时候肝油三脂当时是9.51 远远高出了正常值的1.7 而且还高出了5.6 这个危险水平不断会增加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还有急性胰腺炎的风险 胰腺炎短时间内就可能会危及生命 我给他的建议是 第一个不要喝酒 第二个是把油炸油腻精细食物减少到最少 增加水果蔬菜粗粮炸粮的比例 第三个是配合运动 第四个是增加一些贝特类的降止药 听从了我的建议 坚持一个月一复查 他的肝油三脂已经降到2.19 几乎接近正常了 肝油三脂升高了 主要原因就是饮食不健康 当肝油三脂超过5.6 就属于高位 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僵止药 以免发生一线炎 危及生命 抖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